诶 黄文姐 上哪去买生卡的啊 我想上市里地去溜达溜达去看一看 你知道买什么样吗 我就想他们说的是什么M8 跟那个娃娃头什么的 是娃娃脸 这两个呗 对比一下呗 看看 可每次买生卡都不好用 这次去买让人又给忽悠了 这次反正就被人这两个品牌去 咱去看看 就不能半端让人给忽悠了 上次就被人买这两个生卡来 半端让人给忽悠了 花将近三千块钱买一套垃圾设备 你没在网上看看呢 网上用便宜吧 我想上市里地去看看食物 主要我还想再买个电脑 不有电脑吗 怎么还买电脑 他们说了好了生卡 必须要配一个配置高的电脑 才可以带得起来 要不带不起来 我那个电脑可能有点稍微有点差 哎呀 这不全摊都得换呢 嗯 这都不少钱呢 哎呀 先别管多少钱了 天哪 又得大投资 在哪啊 这什么三站科技市场吗 在这里边 科技卖生卡 生卡呀 电脑啊 什么摄像头啊 什么都有 这怎么看的都可不拉拉的 有卖那种好处 有 它这里边就是比较杂一点嘛 就是什么都有 都是科技市场当然有了 嗯 看一下 看看生卡 想要的什么样的 想要的怎么样 这样子不要 赚多少钱赚的 这样子一套五六百块钱 有没有比它再好点的 有 嗯 一千两块钱 有没有再好点的 两千两块钱也有 三千两块钱 哎呀 你怎么这么瞧不起人 你给这就整个高档的那种 再高档点的 你像M8啊 娃娃脸啊 这样是的 套加把起来可能一万多点 一万多点 嗯 这叫娃娃脸是叫娃娃头的 娃娃脸 老是有娃娃头 脸长在头上 对 对 我俩来的时候就想看看 就是像M8啊 娃娃脸这种 这样是什么 像这种吧 生卡它比较高端吧 然后这个就是 价位吧 它不稳定 所以说我们都是限定货给客户 嗯 嗯 就是我们对这个生卡什么的 也不是特别懂吗 然后就是说 看看就是像这个M8啊 我心里还是说像M8吧 这么着 就是要是配这个麦克风的话 就是能配得起 上它的麦克风 需要配什么麦克风 一般都是配舒尔的 像M8和娃脸吧 这样高端的生卡 你看只要是大主播啊 他们都会用这些 对 我看好多主播都是用的这些 它出来的效果 基本上就是天花板了 嗯 好的生卡搭配上好 好的话动出来的效果会更好 是吗 就是唱歌不好听的时候 唱歌又可好听了 但是捏多少也得有点供底 哈哈哈 我一唱歌掉两三千粉 哈哈哈 嗯 M8跟这个娃娃脸 它俩哪个好 嗯 差不多 价格现在就是娃娃脸能贵一点 最早的时候它俩价格是差不多的 嗯 就是后期可能缺货又炒 网上炒到可能它的价格都高一些 嗯 但是性价比差不多的是 要是用那种好生卡 就得用无线耳机是吧 对 基本上都是用无线耳机 嗯 我看你这有吗 我看一下 无线耳机像这种 像大主播 就是好一点的吧 嗯 这个基本上是熟线耳机挺麻烦的 嗯 就是没有线是吧 直接带着 直接带上去 嗯 这个是那个发射器是吧 嗯 这发射器也太小了吧 它能带起来吗 嗯 它这个发射器比较厚 嗯 你看它做的那个也比较厚 它怎么带机式延长 嗯 一个人带一个耳机 还得一个人配搁这吗 还是怎么 这个耳机可以一拖八 比如说你后期八个人吧 我们可以最多加到八个 八个人 嗯 一个发射器就可以了 网上加这个大耳机就行了 给免费调音吗 嗯 不免费调 因为我们这边精神也分档次的 有五百的 有一千的 有两千的 资深级别的话 就是说会贵一点 我去调音怎么贵 等钱还先调个音 而且他们那大主播那都是百万调音师 可能就会更贵 嗯 都是调出来的 嗯 好的手卡 你好的发筒 你再配上好的调音师 这效果出来的会更好 这么回事啊 不是我唱歌难听啊 这些附件不给力啊 这么好的生卡 咱不能说是找个五百块钱的调音师 给大家调啊 调不好就生卡白费了吗 是不是 对啊 你给我们算一下 就是我们再加上这些调音什么的 得需要多少钱 就这整套设备 什么都算上 这样是加上调试费什么 一桃花 这个一万五千多点 一万五 我去 有点贵啊 之前买了两千两块钱都感觉老贵的 嗯 我还得再买个电脑 电脑 是不是这个配置的电脑需要 对 配置不能太低了 买个电脑又得六几千 这都两万多 还没算音响 你不弄个外放音响 对 是不是要不这个 对 就是外放音响的话 一般的好 像配M8和王阿脸这样的音响 一般就是用个高端一点的 三千两块钱一只吧 两只大概六千 六七千块钱 基本上能用得起这个生卡的 它就不会差这段钱 这个前套配好了 要不然它也不搭呀 它也突出不了它这个效果 是吧 这个生卡倒是挺好的 就是这个价格 能不能给它便宜点 像现在这些东西电子产品 令人都太急了 晚上价格也很透明 那干便宜点 就是便宜一个两三千块钱就行了 一共也挣不上这么些钱 看法后期有那小片价 我可以给你们赠送点 要不咱出去再赚赚吧 都对比几价 赚啥呀 我感觉挤得差不多这个价 我在网上也对比了 基本上也差不多 再一个就是我们食品店 网给你保证质量 保证正品 然后收入服务各方面你都放心 有什么问题我们都能 直接都能找到我们店面 直接给你解决了 不行就搁这订吧 你再转转吧 你跟雅黎商量了没有 他说让我看着买 让我看着买 这么贵 这个不是千八百的东西 出去再转转 快 别看一家就买 那我们先走 等会儿别走 咋了 咋了 额上了不让走 我一跳 我买了得了 你是不是傻 他要多少钱你就立马就买 你再多打听几家 都赚赚 这个价格都是透明的 你记不记得去年的时候 小白牙在护卫直播的时候 咱留着小白牙家运营的电话 他运营不是加你微信了吗 然后说有什么需要可以找他帮忙 那人家不就是客气客气吗 他家的影响多好吗 我去 人家那一套户影响 将近一百万 都当然好了 他能买那么贵的 咱去人家公司看看 因为他公司好多艺人 好多他的徒弟 他那些徒弟不可能都用一百多万的吧 我看他们直播的一个声音都挺好听的 咱去看看呗 看看人家用的什么 你这一下三万块钱呢 都感觉 这啥时候能挣回来呀 程度都得呀 我调给你两千 这两千还能买个生卡 这样吧 明天咱去找小白呀 去他公司看看 咱去了解了解 听听人家过来人的建议行吗 反正毕竟还是小白 刚开始 别做什么事这冲动 这急也不在于这一时啊 今天不买就不能过了 这考察再去看看 考察考察 我想把那红花别墅买 更想把那宝马去洗开 看看自己存着好被爱 还是去把大米买一袋 我想找个姑娘谈恋爱 和她生个可爱的小孩 摸摸自己别别的口袋 还是决定买颗大白菜 如今无价长得太厉害 一剑青菜也买超级快 熟人白眼是一穷二白 埋头不干那是说难 活在将就金钱的时代 没有钞票就要被淘汰 我又欠险坚守那失败 更想起永远 终会有灾安